喵 大家好,我是王狗 這是玉蘭花 這玉蘭花是我那天在路上看到有一個男生他牽著一個小孩 帶著小孩一起賣玉蘭花 看起來就格外的可憐 但是我發現整個將近100秒的紅燈當中 竟然沒有任何一台車有買 我就在想,會是因為他帶著小孩嗎 因為有的人就是說,如果你越可憐的話 反而越不會得到大家的同情 像之前不是有一個人他在乞討嗎 然後他上面的標語是寫說 請拜託給我錢,我想要買煙買酒 然後結果反而意外他就收穫了很多的錢 不曉得,我覺得蠻奇妙的 那話說回來呢,現在為什麼會在車上呢? 沒錯,這裡就是台灣傳說中 宜蘭那一端的北宜公路的路口 而北宜公路就是台灣致命的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說呢? 因為這裡曾經發生過一件 非常非常駭人的案件 在民國61年的5月13號 二年十三班 有13名死者的一個恐怖巧合案件 而之後也陸陸續續發生了 不少的淋漪事件在這個北宜公路 有興趣的人呢 可以去上面看一下我這部影片 今天來到北宜公路 除了就是衝著我那一部影片裡面的 那一些淋漪故事 來尋找那一對母子之外呢 也是因為據說 北宜公路有一條傳說中的大直路 就是明明是彎道特別多 號稱是九彎十八拐的北宜公路 卻有一條地圖上沒有 非常非常比直的路線 據大家的說法都是 騎了三五分鐘之後才騎的出來 而且通常出來之後 都會又回到這個 進入大直路前的原路 所以大家都在討論說 進入大直路消失的那幾分鐘 到底是去哪裡人了 那我今天挑戰都市傳說的目標呢 就是進入北宜公路走一遭 看看我會意外的開到那條大直路 並且跟大家分享 關於北宜公路大直路的鬼故事 大家都說嘛 半夜在外面說鬼故事 或者是做類似的傳說 都很有可能照來附近好兄弟的好奇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大直路 講大直路的鬼故事 搞不好真的會發生點什麼 那我不多說 就出發北宜公路吧 GO 對 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往前去北宜公路 要上它的路口 大家可以看到地圖上面 它這個路口 真的就是跟大家講的一樣 一堆玩路 對 那我們呢 距離走北宜到宜蘭 大約還有一個半小時的路程 應該還是需要蠻長一段時間的 那我們就先來講 第一個大直路的鬼故事吧 我跟國中一個最要好的朋友 決定到宜蘭去跨年 但由於是前一天晚上 才臨時決定衝的 所以根本沒有想什麼計畫 大概也只是說 一定要去礁溪泡個溫泉 而當天 我們大約晚上10點左右才出門 由於我跟我朋友都沒有汽車 於是我就決定 有我汽車載他 油錢均灘也比較划算 但由於我們是從五度出發 走濱海實在有點遠 所以我們最後決定 到新店 再走台九線 也就是傳說中的3.1公路 沒錯 就是我現在在這個位置 那出發時我朋友還跟我說 欸 今天整天天空都陰陰的 而且還漂有點小雨 我們走北 會不會很危險啊 嗯 我也這樣覺得 但是我們現在走冰海 會來不及12點前到礁溪耶 我們兩個想了想 還是選擇走北一公路 但真的很衰的是 到了新店山區 準備上北一石 於是 就開始變大了 而且雖然早就耳聞萬路很多 但真的遇到所謂的九彎十八關 騎起來 真的不妨有點怕怕的 所以我們一路上 都還是挺小心 時速四十五十左右 慢慢前進 幸運的事 路上都沒什麼狀況 也順利騎到中間的平民 加油站 家底遊 接著喝水上個廁所 繼續下一段路程 而路程中 除了斷有霧騎來 還有桃煙的雨清洗 慢慢騎的話 對於應付北一 時不時就有的彎路 我覺得是沒有太大的問題的 總之我們從新店出北到頭城 大概花了兩個多小時吧 雖然趕不上十二點的跨年 但是整體還算順利 所以我們到礁溪泡完溫泉 隔天還去了烏石港吃個午餐 下午去金車咖啡城堡 這樣接著去東門夜市 結束時晚上快九點 也沒什麼事 所以我跟我朋友就打算 現在回悟古吧 於是我們回到了昨天跨年時 佛城王北一的路口 覺得特別的奇怪 說怎麼今天車超少 但也不宜有它 我們就順著路進去 兩個人就這樣騎進 黑暗的深淵 北公路 而好巧不巧 可能是因為我們 車子的電瓶快沒電了 大燈也不是說很亮 所以一路上 就是看得到 那一點點的路燈 還有路邊的反光線 這種感覺 就好像是路程要前往我們的服務 我們兩個從騎進來這條路之後 就沒有開始在對話 因為當下 真的完全不會想要開玩笑的衝動 所以我大概知道 朋友也怕怕了 而我們一邊慢慢騎的過程中 我們努力的期待能遇到對面的會車 或者是有車能夠從後頭追上我們 但起跳現在半個小時左右 整段路程從我背後的超車的車 大概不到兩台 對象來的車稍微多一點 但也不超過五台 其餘時間就是一路上我自己 獨自在心中狂念佛號 而我朋友在我後面偶爾安靜 哼個流星哥 大概也是來撞膽 但這時突然出現狀況 我口袋裡的手機突然開始震動 是那種沒有規律 像傳訊息一樣的那種 幾秒鐘就震一下 欸欸 我的手機在震 你要不要幫我看一下 因為我邊騎車 不敢停下來 另外一隻手拿手機 好啦 你放在哪 口袋口袋 正當我朋友要伸手碰我口袋的時候 突然他的手機 就播出了音樂 欸 你幹嘛突然播音樂嚇死人啊 嚇一跳的突然問他 沒有啊 我剛剛在看IG啊 講完心想我朋友也遇到好兄弟了 趕緊繼續心想佛號 而朋友也趕快把音樂關掉 又騎了大概三分鐘 我的手機又震動可不停 這一次是連續症 就好像有人打電話來的那種正法 但我還是不敢接 也不敢開口跟朋友對話 所以就等他想到自己結束 那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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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邊唸邊急著想要趕快使用這條三面 但就在前方即將左轉出的地方 我突然看到山壁旁 有一個白色衣服的長髮人影 我驚嚇到祖宗十八代的葛話都飆出來了 真的是驚嚇到極地完全沒有 極地拍一段話 趕快轉彎過去 我接著就整整有十分鐘 完全沒有任何的轉彎 當時還不知道 在北宇公路或傳說中的大指令 那個時候騎的那個路段 完全是一致的 就像高速公路一族 而且回來一路都有霧氣 外加聯繫不斷的小雨 可是到了大指令 卻突然從霧茫茫 變成空氣非常乾淨的一種 欸 我想靠邊停一下 覺得很不對勁 沒有轉彎 而且天氣很怪怪的 我想要好好地跟他們說一些 嗯 我也覺得很怪 那 那 你要說什麼啊 嗯 不知道欸 我想一下喔 這短短的兩三分鐘 大概是我的人生 最漫長的兩三分鐘吧 後來我就硬著頭跑 很認真 且狂發抖的閉眼睛 大聲地和我和長說出 不好意思 我們真的只是路過此地 只求個平安 回到台北 能夠好好睡一覺 如果有打擾到你們的地方 真的很對不起 希望能夠讓我們平安順利的下上 講完之後 我又和長向四方拜了幾下 接著就重新上車開始騎 當然說也奇怪 接著大概騎了30秒吧 又遇到下一個彎道的指示牌 這時終於鬆一口氣 但是還是不忘繼續信念佛號 轉彎後 我們看到前方有一個平民加油站 一定在那邊提一會 那我朋友第一時間呢 朝加油站的廁所衝去那邊嘔吐 而我則是全身僵硬 肩緊緊繃 手也很痛 但是因為我們還沒有脫離北移 所以也沒有說太多 就趕快上個廁所 喝個飲料 就繼續前進 幸好過了平民加油站之後的北移 開始有露燈 雖然幾十公尺才有一盞 但至少比剛剛在黑暗中 騎了一個多小時要好太多了 最後我們順利的回到了新店市區 拿起手機看看時間 嗯 11點57分 這時我突然想到 欸對 剛剛我手機不是有在震動嗎 於是我下滑看一下通知 發現什麼訊息都沒有 欸欸 你的手機有怪怪的嗎 為什麼我剛剛有震動 但是現在打開來卻什麼通知也沒有 我嚇得趕快宣問我朋友 希望不是只有我一人撞鬼 而我朋友也回了我意想不到的答案 欸 你知道嗎 我剛剛看IG時候 也發現怪怪的欸 搜尋那邊不是通常會有比較熱門的影片嗎 然後有一格是 你可能會喜歡的影片 我就點進去看 結果看到我朋友帳號PO的影片 內容大概一分多鐘 但是畫面完全都是漆黑的 只聽到機車的油門聲欸 這時我跟我朋友對視了一下 社該不會是剛剛不亂 所以我叫我朋友趕快再去打開來看一次那部影片 結果我們一打開他朋友的帳號 什麼線動也沒有 當下我們馬上打給他朋友詢問 他朋友也說 沒有朋友那一則影片 我們撞鬼了 後續回家後 我隔天起床沒發生什麼事 但我朋友一整個臥病在床 噁心想吐還發燒 就馬上被他媽抓去一間宮裡面收金 那個宮廟的機頭阿姨跟我朋友說 你昨天有走去山路齁 你後面跟了一對母子恨意很深欸 一直要讓你出事你知道嗎 然後我朋友一聽到就嚇到 把昨天的狀況全盤拖出 宮廟阿姨聽完以後 就用聽不懂的天語 好像跟那一對母子交談了一回 然後就跟我朋友說 還好你騎車那位朋友念佛號 不然你們肯定兩條命都被帶走 而且還好朋友也聰明 沒有把手機拿起來看 不然絕對是壘殘或是撞山 但他還是心有不甘 一直跟著你 以後齁 真的不要晚上的時候去走山路 尤其你八字很親吼 很容易遇到 你知道嗎 整個故事就大概是這樣子 反正呢 我已經下定決心 這輩子都不在晚上的時候走山路 或是海路 這些比較荒涼的路了 因為一生被嚇一次就夠了 講完這個鬼故事之後 我們來到這個第一站 我看到這個路牌有一個 實定 看來已經先離開那個 台北內的部分了 欸 前面有一個這個欸 有一個 有一個小車欸 停下來看一下 不知道裡面會有音樂了 我們過去看一下 看抱著都市傳說 驗證的精神嗎 你看一台